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街舞大秀全记录 奥飞秀带头朱素 上百位挑战者获认可 王一博从这就是街舞 第五季总决赛舞台谢幕已经快有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 王一博街舞的热度并没有随着节目的结束而降低 反而因为全民模仿王一博街舞大秀的舞蹈而更加出圈 从原本的街舞辅导班 工地 修车场到如今的军营 校园 街头 王一博开场舞的发酵热度始终不减 升级了一轮又一轮 真正做到了全民街舞 全民律动 王一博证明了流量真的可以推动正能量 王一博给大家展现出来的舞蹈是可以引起全民热潮的程度 但所有人都知道台上一分钟 排下十年功 要想练成这样的舞蹈 王一博就不可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他所付出的一定不少 而王一博的奥飞秀也是终于放出了这街舞总决赛前期王一博的各种训练 准备全记录 虽然在粉丝们心中 这段早就该放出来了 10月29日晚正式直播的赛事 王一博直到10月25日才首次接触自己要跳的舞蹈 因为禁组慢 所以当其他队员们都已经训练的八九不离时时 王一博才刚刚接触 因为他强大的舞蹈功底 所以有的动作他跟练一遍就会 而有些动作是新招且难度大 所以他需要队员们去吃饭休息了 还要对镜联系多次 当一件事情是因为工作而重复多次时 就会变得很令人厌恶 但舞蹈对于王一博而言是热爱 所以可以一直坚持下舞 看到这份街舞大秀纪录片 不论是粉丝还是路人 都不会怀疑王一博对于街舞的态度 以及他最终呈现出来的水平 他是真正将街舞看作自己喜欢的兴趣 那不仅仅是他签了合同 拿了劳务的一份工作 而奥飞秀为了使得这份纪录片 看起来不那么严肃 也是为了缓解粉丝们的心疼 在王一博训练时 本人在镜头吓苦哈哈的各种练动作 左下角奥飞秀就诸素王一博 本来王一博的奶镖就突出 化了妆增加了凌厉感还好 等到王一博素颜没有眼线加持下 真的很显右态 粉丝们将他诸素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而奥飞秀画出来的Q版王一博 那是相当拿捏住了精髓 比本人看起来更住了 在排练中的王一博 会被舞练的膝盖痛手痛 可他在休息时依旧会偷描舞者偷师一会儿 装发师在给他做造型时 他的腿也仍旧在进行技艺 开场前他会像个小朋友一样 坐在地上进行腿部拉伸 王一博不是神 他的舞是跳得好 但也不是看一眼就可以上赛事舞台的水平 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王一博坐着顶流 但却没有一丝顶流的架子 在街舞上 他付出所有 所以当他说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跳舞都没差的时候 别人会相信他是真心的 因为他也在自己所在的任何地方跳过 剧组 化妆间 练舞室 宿舍 街舞圈从没有过这种 也许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讲到国内街舞发展史的时候 那个转折点 是王一博街舞纪录片最后上百名挑战者的视频出现时 王一博就已经认可了他们 他们做到了全民街舞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 地的暴行 学会 很安心 的